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甚至看见了莫无忌在这一锤之下化作飞灰 可是在莫无忌这一指下 天地都变换了人世 一切规则都由莫无忌说了算 与他这一雷锤再无半点关系 雷锤轰出来的雷球规则紧接碎裂 雷球炸开 雷狐消失无踪 雷鼓云的眉心出现了一个血痘 他的元神在这一刻哭一下来 生命气息飞速流失 雷鼓云的眼神开始暗淡 他没有能力挡住莫无忌这一指 所以他的下场只剩下死路一条 他的眼中还参与着一些悔意与渴望 他知道雷宗完了 他大仙帝的实力连莫无忌这一指都借不下来 雷宗还能存活 那才是怪事呢 在云落前的一瞬间 他明白了一个道理 再强大的宗门 也不能被贪婪蒙蔽了双眼 如果不是雷宗的齐军仪 想要调出大昆佛登 最后为了大昆佛登杀了元役 哪里还会有后面这许多的事情 他也错了 在莫无忌灭掉大剑道的时候 他就应该让雷宗收手 念头沉寂下去 化成了无尽的黑暗 再也没有人知道 他雷鼓云临死前 那丝渴望到底是什么 如果说雷鼓云抢在前面 还有机会寄出雷锤 轰里下木无忌 那金玉生则是一点机会都没了 他连法宝都没寄出来 那只人世间就直接将他炸成了血雾 也许 他是先借死得最郁闷的大仙帝了 他根本就没想过 雷鼓云连一招都没挡下来 在金玉生被这一指余微轰成血雾之后 金玉依然挤出了一面大鼓 身形更是顿走白杖之外 他依然在不断的加速后盾 尽管如此 他仍旧在立声喊道 莫总说 我金家愿对此事做出赔偿 可如果你杀了我 那就是与我金家结为死仇 而与此同时 七戒指低层 人世间 终于彻底轰在了大鼓之上 金玉的大鼓 发出一声死裂而摸的动响 然后便彻底划成了碎片 金玉感受到了 这一指中的人时间终于完结 他心中是松了一口气 抓出了一枚俘虏 可没等他挤出俘虏逃走 就感觉整个天地都颠覆过来 他在这颠覆的天地之中 连蝼蚁都算不上 他在这颠覆的天地之中 看见了这一只轰出来的一戒 而在这一戒之内 万物紧接碎裂 他金玉很不幸 亦是这一戒天地中的一员 这一只只还有第二杀戒 好奇啊 金玉化音未落 已被七戒指第二戒化为飞灰 第二只杀戒并未就此结束 在斩杀了金玉之后 恐怖的杀意席卷而出 就像是翻卷刀浪一样 所有在这浪花前的修士 紧接被撕裂 无一幸免 金金一只 一只之后 天地寂静 如果说还有动静 那就是莫无忌的大莫吉芒 大莫吉芒下的所有人 早已被轰杀为虚无 仅剩下的一名大先帝 平离商呆呆看着莫无忌 他还从未见过如此强者 他不是没见过世面的人 他平离商在天外天不知待了多久 什么强者没见过 可他真的是没见过 与莫无忌这般的强者 他敢肯定 紫昌落没有莫无忌厉害 不但没有莫无忌厉害 而且和莫无忌比起来 还差的不是一点两点 简直可谓天差地别 莫总主 这其中可能有些误会 应该是禁于这个匹夫 挑唆到底的怒火 平离商哪还敢和莫无忌斗啊 连身为大帝的平离商都不愿意动手 参与下来的千余名修士 更是无人感动 所有的人都呆呆地看着莫无忌 完全忘记了之前 他们高喊着口号要杀掉莫无忌 莫无忌没有说话 他闭上了眼睛 紧于下来的千余人 紧接在他意念之中 这些人来毁他的家园 杀他的亲朋好友 对他来说 没什么误会不误会的 强大的漩涡领域 在此刻彻底爆发 顷刻之间 这千余人 全都被锁定在了领域之中 他要占尽杀绝 平离商看出了莫无忌的动作 便知莫无忌 根本没想过要饶他们 我们赶紧动手 可此时为时已晚 和强者对敌的时候 人人都得拿出十二分的力量 莫无忌的实力 本就远强于这些人联手 而现在 这些人还把先手 让给了莫无忌 大漠再次席卷而出 大漠中的几盲 比之前强大了数倍都不止 此刻也有三名大先帝 死于莫无忌之手 唯一的大先帝 只剩下了平离商 其他的先帝 也不过是些初期霸 莫无忌 根本没有任何留守的必要 大漠之下 没有长河 虚空之中 落下了无穷无尽的雷狐 几盲纵横 雷狐肆虐 凄厉的求饶声到处响起 这些人 在围杀平反千门的弟子时 只有一种快感 可轮到他们被围杀 他们有的便只是 无穷尽的恐惧 平反千门的废墟上 此刻早已是修罗地狱 在莫无忌强大的杀戮气息之下 没有任何人可以幸免于难 当最后一道雷狐消失 大漠即盲散去之后 整个废墟之上 除了一堆乌黑凌乱的尸体之外 只有呆滞地站着的平离商 平离商没有死 他知道 不是莫无忌干不掉他 而是莫无忌留了他一条性命 刚才他尝试过无数次 想冲出莫无忌的漩涡领域 和大漠即盲 但所有努力都是徒劳 也许他们这些人 若在最初的时候便布下大阵 与莫无忌拼斗 还能有一线希望逃走几个 但现在显然已为时已晚 面对莫无忌的实力 他们这等实力 也只能引颈救路罢了 一道急忙直传平离商的子府 在撕裂他尸海的同时 也封住了他自杀的可能 说吧 是谁要灭掉我平凡心门 如果你说的痛快 我也给你一个痛快 如果你敢吞吞吐吐 你会后悔的 莫无忌与其平静地盯着平离商 平离商任何反抗的话语都没有 他同样是平静地说 金家知道你身上有顶级宝物 除此之外 道地紫长罗认为 你不该惹了神族 连累了天上天 莫无忌知道 平离商应该没瞎说 他手一张直接轰杀了平离商 虚空一卷 数千枚戒指被他卷走 那些尸体则直接被他卷成了一座小山 一团火焰之后 这些尸体紧接化作虚无 哪怕外面打得如此动静 平反仙门依然没有任何反应 此刻的平反仙门 被一层淡淡的雾气遮掩 压缩在极泽海中的一块地方 莫无忌也在索仙镇待过 他看得出来 这户阵有诸神塔索仙镇的痕迹 只是布置这个户阵的人材料有限 所以布置的护阵还不怎么完善 虽说这护阵不怎么完善 但莫无忌也清楚 他亦无法在短时间内破开 这还是他在索仙镇中待过 对索仙镇中的困阵有些了解 否则的话他花几年时间也不一定能够打开 莫无忌也明白了为何他发的消息没有任何的回应 这根源便出在这户阵之上 大哥你太强了 我肯定我龙族在仙界的最强者也没你厉害 严离第一个炮上来 言语中充满了钦佩 莫清澈也跟得上来 和爷爷莫无忌来到仙界的这段时间 对他来说好像过去了几个世纪 他并不知道 类似太上天和三大宗门 围攻平凡仙门这种事情 十五万年也不一定有一遭 但这件事情对他的影响却很深 他不知道事情的缘由 但他只知道自己要变强变得更强 否则他在仙界的寿命 说不得还不如在地球上 莫无忌拿出了一个预见递给了严离 严离 这是我平凡仙门 当初建立宗门时候的规划 现在这儿变成了废墟 重建宗门这件事情 我希望你帮我一下 爷爷 我也可以帮忙的 莫清澈连忙说道 好 你跟在严离身边 一起找人重建 购买材料支付仙京的事情 交给大黄了 说着 莫无忌拿出了一枚戒指 递给了大黄 大黄 你们几个帮忙重建仙门 我要打开这个户阵 至于打开它 不是一两天可以的 尽管莫无忌 迫切地要将雷宗和大豪仙门灭门 但他仍旧忍住了自己的冲动 平反仙门被压缩到这样的角落里 里头又没有任何的消息 莫无忌心中焦急 他必须先打开护阵再说 不朽凡人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子和捏水笑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 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